行政院在四月底宣布 核四廠将封存 但是经过了三个月 台电还没有对外公布 封存计划书 环保团体就质疑 台电一直不愿意公开说明 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反核力量集结 让政府在民意压力下 今年四月二十七号宣布 新建中的核四一号机 安检后封存 二号机直接停工 预计要花二十亿元 不过事隔三个月 台电送交经济部的 核四封存计划书草案被退回 草案内容却完全不公布 连立委也要不到资料 对此环保团体批评 这是黑箱作业 质疑在偷渡核四预算 这二十亿里面是不是包含了 要帮政府补破网 补乱摊子的这个完工的经费 之前已经经费全部都暂停了 大家要记得 你是不是要偷偷的 偷渡核四工程的建厂预算 立委田秋景指出 目前核四二号机的零件 有197件被拆下来 装在一号机上面 之所以要拆是因为 一号机的材料已借使用周期 不过装上二号机的材料 恐怕几年后也要过期 因此认为核四不该花钱封存 应直接停工 我们封存只要封存两三年 这些零组件就全部都过期 那我们还要在第一年花二十亿 摄取要欺骗人民 立委跟环保团体都认为 到底核四要怎么封存 应该举行行政听证会 让程序公开人民参与 被指控封存计划黑箱作业 台电核能发言人林德福表示 台电市三级单位计划书要经过核定 送到行政院才能公布 记者你们陈立峰台北报道